台湾关键历史人物 郑之龙 郑之龙 郑成功之父 福建南安人 出生于西元1604年 在年轻时就显现其陶海人 一伤 一道 适应力强的天赋 不仅精通多种语言 并有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 灵活金银手腕 从郑之龙能取得当时处于锁国的 日本港口独家进口许可 就可亏一二 郑之龙早期于日本经商 离开日本后和严思齐合作 以台湾的笨港 经嘉义新港 云林北港附近为基地 在附近设了十个城寨 当时福建一带正大闹饥荒 郑之龙取得河来许可 趁势招募数千灾民到台湾来开墾 逐渐建立自己的势力 这也是郑家与台湾的第一次接触 这个明朝是实施海性的一个朝代 不过在这个时期 事实上海上的活动很发达 这个郑之龙他凭借着民间的力量 建立起他海上这样的一个船队的 这样的船队当然 你说他是海盗也可以的 当然会遭到明朝水师的围剿 不过明朝水师跟郑之龙打仗都被郑之龙打败 明朝后来改变政策 采取招呼政策就是招安 弄个官位给郑之龙做 从非法变成合法 让他从盗贼变成官方的人员 替明朝首编这样子 郑之龙在这个过程里 也建立起他海上的商业贸易网 这个商业贸易网我们现在看到 从日本的日本 经过台湾一直到南洋 一直到印尼 这样的一个南洋印尼这个地方 整个这个东亚的这个海域 基本上成为政家商业集团活动的这个体育 廖楼湾之战 它是发生在1633年的10月22日 那金门廖楼湾之战 它又称为明河海战 那明朝是明就指明朝 何始荷兰 那它的背景是说 因为当时荷兰人跟中国要做生意 都只能透过郑之龙 那这事举引起当时荷兰人的不满 所以它改旱流香合作 双方的船舰在这个西元1633年的10月22日 在现在的这个金门的廖楼湾 发生这个有名的这个明河海上战争 这场海上战争 这个规模不小于 那个鸦片战争的 是一个在东亚历史上 很有名的这个海战 这一场这个海上的这个战争 这个中国民间的 这个亦上亦道的郑之龙 这个用东方的势力 击败了西方 号称当时世界第一的这个海权国家 河南东印度公司的船舰 这个很值得 这个在历史上 大叔特殊一笔 郑之龙在西元1661年逝世 他的一生一官一商一道 他在台湾西南海岸 网港建立基础 成为汉人 一到台湾的主要据点 他的海上帝国 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靠海洋力量建立的地方政权 又被称之为 明末东方的海洋传奇